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剛洗完澡 那我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一系列晚間的護髮以及護膚的步驟 那我以上所使用的保養產品是跟白天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次是專門來分享晚間的一系列保養 那我首先呢要來護髮 那我近期用到護髮產品呢都是卡式的 會認識這個牌子是因為我之前有漂過頭髮的時候 設計師有推薦給我這個牌子的護色產品 所以我才會認識到這個牌子 那像是洗髮跟潤髮我並不會使用到太貴的 因為我覺得一下就沖掉了 但是像是這種就是會留在頭髮上的會比較挑剔一點 那我先來用的這一罐是夜間精華 8 Hours Magic Night Serum 然後我大概會擠兩下 那使用的範圍我其實會 從中後段開始擦 但是我會往上戴 就是用手指這樣子稍微梳過一下 每根髮絲的部位 因為它其實是水狀的保養產品嘛 所以我覺得可以上稍微接近一點頭皮 但是不要碰到這樣是沒有關係的 它是主打就是你在睡覺期間 它是可以做一個修復 然後以及防打劫的功用 我覺得它是一個還蠻深層的滋養 然後裡面有一些像是維生素啊 以及植物萃取 然後像我剛剛說的嘛 它是一個水狀的保養產品 所以它是沒有油份的 所以不會黏膩 就是水水的這樣擦上去 然後它味道啊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它是有點像是老式的香水味 但是因為吹完頭髮 其實就不太會留在頭髮上了 所以我就覺得也還好 然後再接下來用的是卡士的精油 我這一罐非常非常喜歡 可以看到都快用完了 其實這一罐也是 這一罐也快用完了 我覺得我頭髮用量蠻大的 可能是因為我頭髮比較長 像我這一罐也是要擠到兩下 然後我會在手機器上先搓熱之後 然後也是跟剛剛一樣稍微順過頭髮 然後這一罐使用完的範圍 就會比剛剛小很多 大概就只有頭髮的中後段而已 因為這一罐它是就是含有很多油份嘛 它裡面有摩托哥果油 跟三材化脆取油等等的 這種保養也有成分 所以呢我並不會就是上到太上面 以防就是頭髮會可能比較偏油光啊 或是弄到頭皮上的話 可能會比較有出油的情況 那卡士這一罐油是因為它有忽熱的效果 所以頂一下我用吹風機把頭髮吹乾的時候 它可以稍微保護一下我的頭髮 然後就不會讓被吹風機損傷到這樣子 然後這一罐的味道我就非常的喜歡了 那我覺得這兩罐用下來啊 就是我在吹整前之後可以讓頭髮就是 就是更直順然後不容易在吹整的時候打結 那所以我的護髮程序其實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是先上一個水狀的精華 然後之後再用油把它鎖起來 跟保養好像有點像 然後呢之後再把頭髮吹乾 那我現在終於要來做保養了 我要用的是一個前導精華水 這個避而泉的搖搖水 然後這一罐呢其實已經是我用過第三還是第四罐了 一直都還蠻愛用這個的 那它主要的訴求啊 就是除了保濕以外 然後還有讓肌膚透亮這一點 那對我自己來說我覺得就是皮膚喝飽水 然後感覺很有彈性 這一點我覺得很有感 我覺得今天感覺好像是一個空瓶賞 你看這一瓶也只剩下 最後這麼一點點 我得去補貨了 其實我大部分就是把這個搖搖水來當做一個 很滋養的一個化妝水來使用 然後呢我現在要來上我的精華 用的是Almarni的一個 Smart Moisture Serum 它擠出來是這種有點白色乳狀的 然後這一罐最主要的它就是加強補水 然後讓皮膚保持一個有水平衡的狀態 然後它裡面有微分子的玻尿酸 所以它非常的保濕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一罐精華真的就是在我皮膚很缺水 會造成有毛孔粗大或是一些細紋的現象的時候 用會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然後整體呢會讓肌膚看起來更滑嫩細枝 然後也比較透亮的感覺 這一罐精華也是非常的好吸收 現在上完臉部大致上的精華之後 然後我要來上眼皮的精華 那用的是蘭蔻的這一罐的大眼精華 這也是我第二罐了 平的這樣轉開之後會稍微 不然我每次都會用太多 我很喜歡它這個Applicator 就是這種這種冰竹 它上起來的時候啊是涼涼的 那其實因為我是乾肌啊 然後加上年紀也到了 所以眼周開始會浮現細紋 然後我就有發現我擦這個的時候會比較不明顯 然後上妝也比較不容易卡粉 然後看到網絡上有很多人會拿這個來擦睫毛 然後我試了很多次 可能是因為睫毛比較短吧 所以我每一次就擦在睫毛上 它都會流到眼睛裡面 然後超痛的 所以呢我個人只會把它拿來擦眼周 長壞眼妝 然後還有像我這種眼睛常常過敏的人 眼皮都會變很多折 我這支眼睛的眼皮好像大概有三四折 就覺得眼皮有點鬆掉 所以我最近很注重眼皮的保養 當然還有就是余味紋啊 跟眼下細紋這種 然後現在下了那麼多精華 就要來用面霜 來把這些精華都給鎖住 那我要用的是Codelita 這一個葡萄籽系列 它是SOS Intense Voicurizing Cream 它是一個極舊的面霜 那誰聽名字啊就知道它是幾度的保濕 然後它是專門為敏感肌以及肌肝肌而設計的 所以就是很適合像我這樣的肌肤 我就是如果有因為可能天氣乾來造成一些敏感啊 然後或是那種腫癢的情況 我擦上去之後會還蠻快的來消除掉的 Codelita我知道大家可能對這個牌子比較不熟悉 它是一個法國的天然護膚品牌 它的東西都非常非常天然 然後它基本上都是用植物的萃取來做護膚產品的底 這牌子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是從葡萄酒莊起家的 所以它是從葡萄果園裡面 收集了很多葡萄脂多分的一些萃取 來做為它保養的基礎 所以葡萄脂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抗老化的作用嘛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 我已經到了年紀是要 需要來煩惱這些問題的 那因為它是給這種擠乾劑來使用的啊 所以它的質地是會有比較稠一點 然後它延展性可能沒有到那麼的好 所以就像我現在這樣子 就是先局部點開之後呢 再慢慢的塗開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質地啊 就是如果你是有性肌膚 或是你喜歡那種擦起來很清爽的那種乳液的話 可能會不是那麼的喜歡 但是呢 我覺得我用起來 它並不是會主色毛孔 然後而製痘或是製黑頭粉刺或是肉牙等等 是不會的 就是它只是使用上的感受 會感覺是比較稠一點的 我之前有想說 現在啊天氣已經有轉暖一點了嘛 已經算是春天了 雖然說還是算冷了 然後我想說我就可以換一根 比較像是凝露狀的保濕 在睡前使用 然後就發現那一陣子的皮膚狀態很差 就看起來很缺水 然後所以我要換回來這種 比較冬天會用的一個比較厚重的乳霜 所以就是目前其實皮膚的狀態我還蠻滿意的 所以我可能等到天氣真的再熱一點 就真的進入可能二十幾度這樣子的天氣之後 我再換一個比較清爽型的面霜 但是目前為止呢 就這一罐真的很棒 然後現在來擦的是維他命E的油 它的質地很像是蜂蜜狀的 然後我會擦是因為我最近啊 臉色有這個痘疤 這顆痘疤花了我大概兩個禮拜 好像拖了三次還四次皮才完全消平 但是所以就留下一個很深很深的痘疤 我就有點緊張 我很怕它留疤 然後就說我維他命E比較去疤 所以我來試試看 我不知道 目前已經擦了大概兩個禮拜了 好像還沒有到非常有效 所以呢 就先跟大家再講一下 我這是我目前一個皮膚的狀況 然後最後嘴唇的部分 我知道我知道有人分享嘴唇護唇霜 應該沒有什麼說服力 因為我嘴唇狀態實在是不太好 但是呢 這一個是我還蠻喜歡的 Revive這個牌子的24生態護唇霜 我覺得呢 它會延長我脫皮跟脫皮之間 那個時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從小學五多年級開始 嘴唇就是會五指竟然像蛇一樣脫皮 它是這樣這種擠的罐子 然後它的 也是applicator也是這種斜狀 就是很貼合唇型 我非常的害怕它沒有 它很鬼 像是那種啊 比較固體性的 嗯 護唇霜 或是類似凡斯林那種 我都不能用 我基本上擦的凡斯林則會更慘 只要含有像是石油這種 礦物類性的油脂啊 或是像是 蠟 就是那種 護唇膏如果你是一隻狀 裡面都有假汗蠟 那個我都擦的都很非常的不行 所以我都只能用這種軟管狀的 用擠出來的這種 對我的嘴唇比較沒有負擔 好啦 那麼 以上就差不多就是我的保養步驟 其實還蠻簡單的 我覺得保養沒有非常多的步驟 因為我覺得再多可能會不是很好吸收 那我大概 日常就是這樣保養 然後一個禮拜可能敷一到兩次面膜 就看皮膚的狀況 有時候是敷清潔型的面膜 有時候就是純保濕型面膜 保濕型面膜 我喜歡像類似Dr.Jar啊 加達尼爾這幾個牌子 都是我還蠻常使用的 一個 面 紫狀面膜牌子 那如果像是清潔型面膜 其實也很多種 像我剛剛提到的 Coldelli這個牌子 它的一個粉色面膜 我也還蠻常用的 好啦 那麼你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中文字幕下方 com��게요